這是七號血碎火燒車意外 當天 宜蘭羅東聖母醫院的監視器 畫面 畫面上的這名男子 就是首都客運司機葉傳青 他在車輛起火後 將車上七十八歲乘客背出火場 脫困 但自己被嚴重嗆傷 到了醫院貪坐在輪椅上接受治療 目前還在插管治療中 葉傳青在意外後奮勇救人 但現在檢警調閱監視器 畫面發現葉傳青疑似 沒有保持七十公尺的安全距離 導致煞車不及 可能是這一場意外事故的關鍵 葉傳青所屬的首都客運表示 公司會負全責散後 目前並不了解司機的駕駛狀況 因為車子已被檢警扣留調查 公司會全力配合調查 而在意外中上升的理性夫妻死者家屬 傳出對首都客運司機相當不諒解 至於這起意外中受傷的傷者 目前還有五人在加護病房 所信都沒有生命危險 負責爭辦案情的國道地久隊表示 目前所有市政都交由檢方相驗 原警也會在首都客運司機葉傳青 狀況穩定後製作筆錄 釐清案情 記者綜合報導